大家好我是龍蹦 本部影片來分享一下是雷神武將餅乾的出乎分析 那這一隻餅乾他可以說是畫地自線的餅乾 雙重限制 那所謂雙重限制的概念就是第一個 他是必須要暴擊率超過一定的數值 才會有所謂超電荷的狀態 懶人包就是你的暴擊率至少要達到80%以上 他整體的這些被動的效果才能夠到滿層 以及第二個 超電荷的這個狀態是只有電屬性的餅乾才能夠受賄 所以真的是 比飛鴻山巫餅乾還要來的限制 那超電荷的這個爭議的這個效果 他是一個常駐的被動效果 那所謂的被動效果就是不受 黃金起司 新陳餅乾 果污符咒等等的這些可能 包含像是爭議效果失效之類的東西是完全無效的 他就是一個被動效果 他超電荷提供的這些傷抗以及還有生命力提升 都是不受我們上述三者的一些效果影響 他就是一個常駐的被動效果 以及發動技能的時候呢 這個雷電野月刀他是有一個多段的小額傷害 可以提升電流過載等等的效果 電圖性餅乾都會有所謂的電流過載 他就是疊層以及還有持續的這個每秒的傷害 以及還有體力護盾失效 以及還有最大體力比例的這個固定的傷害 最後呢會有個高額的範圍傷害 那這個高額的傷害呢 每1%的暴擊率會提升1%的傷害 最高上限是來到了200% 所以代表說他的暴率是可以破百的 OK就是一個狂塞暴率的餅乾 主動技能簡單來講就是拼了命的疊層 疊一大堆的電流過載 以及造成高額的傷害 然後再來超電荷的部分 暴擊率是必須要超過30% 之後的每1%才會增加能力值 所以我剛剛才會說他的這個至少是要達到80%的 那自身呢這邊最高是可以獲得60%的傷抗 以及2.5倍的體力 配屬性相關的餅乾呢 最大就是提升50%的傷抗 以及還有1.25倍的這個相關的生命 那我們這邊來附一個畫面來對比一下 我們是拿0暴率0傷抗的閃耀之星 受到的一個傷害比來對比就是 暴率高達80%0傷抗的閃耀之星 實測畫面之後來看呢會發現 其實他這個超電荷 連電屬性的餅乾 自己都必須要有 高額的暴率 才會有受賄 雷神武將餅乾 自己有高暴擊率的話呢 其餘的電屬性餅乾 這個超電荷的效果 基本上也是沒有用的 所以整體的限制 就是連其他的電屬性餅乾 暴率 都要拉得很高 才會有超電荷的效果 那等於說這個隊伍 基本上就是新的這個電屬性的相關的鐮刀 他就是要常駐了嘛 那你這樣子才有 很高的傷抗 以及還有很高的最大體力增加 目前看起來是這樣子 這超電荷的連鎖閃電 是針對雷神武將餅乾 普通攻擊他會有所謂的連鎖傷害 那這個傷害呢也是一樣 每1%的暴率會額外增加傷害 傷害上限了200%的暴率 所以你就是狂撐你的暴擊率就對了 雷神氣息就是電屬性的攻擊 每10次會疊加一個 戰鬥每5秒也會疊加一個 疊滿7次的時候呢 就會發動所謂的雷神天前 這個是一個 被動的效果 他會造成一個高額的傷害 以及還有電屬性餅乾 加上雷神武將餅乾自己的電流過載 相關的一些疊層都會有額外的傷害 並且會對敵方造成僵持 以及還有這個 電流過載會生成 電流超載 所以這邊每秒造成的傷害會更高 以及還有 有高機率會暈迅 所以我們這邊在打那個動盪蛋糕塔的時候啊 藍莓配餅乾搭配了這個 雷神武將餅乾 還有這個電流超載的情況下 那個光速砲連環轟 效果真的是非常的強 但這邊要看一下 電流超載的效果啊 持續時間是8秒 冷卻時間會有13秒 所以他其實空窗的時間會有維持5秒 不然的話這個技能好像真的太強了 等於說是一直暈暈暈暈暈暈暈到底 不過整體的這個技能啊 各位可以看一下 其實他就是限制了 高爆率 然後再來 你又必須要有電阻性的餅乾 才有受賄 你硬要說的話呢 其實包含像這些PVP的東西 不見得他這麼的好用 然後再來還有另外一個 雷神武將餅乾他在放招的時候 會有個無視傷害抵抗35% 當初啊我們看到這個無視傷抗的時候 都認為說可能是不是只能夠打PVP來做使用 但是PVP現在又有 聖百合 又有冰雙女王來橫行 然後說這個效益是不是變得很差 不過從這一次的動盪蛋糕塔就可以看到 針對傷害抵抗這個東西 也有放在敵方的身上了 所以往後無視傷抗 不是只有PVP受賄 連我們這種活動關卡 甚至是未來的關卡 都可能敵方都會有所謂的傷害抵抗 那這樣子的話呢 才可以讓整體的技能變得更多元 不然你自己出了一個這個畫地自限的餅乾 然後再來如果你又說 可能我的無視傷抗只能夠拿來打PVP 會不會太奇怪了 因為玩到現在 屬性傷害這個東西真的是一個謎 老實說你只是一個限制的東西 我們看不出來 就是屬性傷害整體的一些玩法到底是 有多少這樣子 目前我們玩家的來說是感受不出來的 雷神無醬餅乾全部的懶人包就是 你要有高爆率 然後要有很多電子性的餅乾 你這樣子才可以把 超電荷以及還有電流過載 雷神天譴 等等的這些被動的效果 才可以把它堆得很好 所以目前懶人包就是這樣子 推不推薦練他呢 至少官方就有講 連續登錄第10天 你就可以直接送了一隻了 包含像這一次 動彈蛋糕塔 甚至未來一些屬性關卡的東西 他可能 都必須要上場 所以玩家們有資源你就好好的練吧 那我們畢竟目前改版 像我們現在拍影片的期間 他是有分兩次改版的 到第二次呢 才會有像電屬性的餅乾 牛糖跟藍莓派還要出魔法糖 到時候再看一下相關的一些魔法糖的效果 他是不是有受賄 但是 有一個非常大的問題 就是敵方 如果是減易效果免疫的話 沒有一些電流過載的堆疊 好像也沒什麼用 所以就看看低色要怎麼辦 我們這邊附上了這個暗黑18張的畫面 我們的BOSS呢 直接就是 減易效果免疫 電流過載 完全打不出來 那你怎麼用電流超載呢 效果就完全沒有啊 就 低色你好棒喔 好啦 以上的話呢 就是我們雷神武將餅乾的出入分析 任何想法歡迎留言 只能說就是這幾次的改版啊 可能改了那麼多 越來越沒有什麼感覺了呢 我是夢蹦 我們下部影片見 掰掰